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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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 不过 传授多少心得群玉阁重建一室占地较大 我将地址安排在黄金屋外的废弃矿场 收集到的材料都送去那边吧 我另有钥匙不能陪你们前往现场 你们到了那里联系我的秘书就好 千万注意时间 千万注意时间 难得的机会 可别被别人抢先了 宁光小姐真是个大忙人呐 我们也快点出发吧 首先得先从玉金台离开 你看 那边气氛好像有些微妙 小姐 我看你风度翩翩 气质不凡 你看就是在这次重修群玉阁中独占熬头的料 我们这里有关于那些材料的情报 来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不需要 别这么说嘛 哎 哎 哎 别走啊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跟上 是 是 那些人好像有情报哎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情报了 快跟上去看看吧 从玉金台离开 咦 好像不在这里 我们往下面找找看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不是什么坏人 出点钱就能换到宝贵的情报 大家谁都不亏嘛 老大 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你看他身上的气质明显和别人不同 头发也是白的 不像是普通人 那又如何 好不容易遇见一只飞羊 不宰他一刀 咱们的赌债怎么还 我说了 我不需要你们的情报 如果你们刚刚没有听到 那我再重复最后一次 哎 小姐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 怎么一点常识也没有啊 这不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 你只要乖乖地把钱拿出来 交给我们就好 我 别狡辩 你有钱 我看到了 你先去琉璃亭 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却只是稍微尝了尝 然后又去新月轩万民堂 把招牌菜全点了一遍 又是每样只吃一口 如果不是富家千金小姐 哪来如此奢侈的习惯 既然你这么有钱 分我们一点怎么了 虽然师父叮嘱过 也要在离岳港里动手 算了 或许这也是命吧 老大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怕什么 咱们卖情报又不犯法 他要是敢动手 咱们告他个倾家荡产 哦 又是你们几个 千野军 千野军怎么来了 是你干的 哼 多管闲事 信不信我 住口 还敢威胁别人是吧 跟我们走一趟 大人别生气 您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神鹤 神鹤 我的名字 哦 原来你叫神鹤呀 我的名字是派蒙 这位是旅行者 我听说过你们 刚刚 谢谢你们帮我结尾 虽然我自己也能解决 据我判断 只要抓着那个人的脑袋 敲三下地面 他应该就会服软 不 可以用那么暴力的办法了 这里可是黎月港 要遵守黎月港的律法 律法 我确实没有听过 真的假的 那你以前 是我的肚子在响 因为没有吃饱 居然这么坦率地承认了 说起来 刚刚听那些人说 你到许多餐馆点菜 每样却只尝一口 这样肯定是吃不饱的吧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清新 琉璃百合 琉璃带 这些是我平时吃的 药材 嗯 好像解释不通 不补卢就在这附近吧 我们不如带申鹤去饱餐一顿好了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你说申鹤他会不会是仙人呀 他好像是第一次来黎月港 也缺乏很多该有的常识 如果是仙人的话 就能解释得通了 到底是哪一位仙人呢 嗯 真让人好奇 两位是来抓药的吗 可还记得药方 清新 琉璃百合 琉璃袋 各要半斤 这是什么药方 简直是拿药当饭吃 嗯 给 这就是本店全部的存货了 多谢 啊 这 真的在吃 嗯 不饿了 多谢款待 不好吃 其味虽略 别带清香 但吃多了 就只剩下苦 酸 色 那生后 为什么宁愿吃这些 也不吃饭馆里的菜呢 要是我有很多摩拉的话 我肯定要去最高档的餐馆 点好多好多好吃的 一口气全部吃掉 因为我也不确定 以后自己会不会留在这里 人间的饭菜固然美味 但若是我将来回归山野 对美食的回味 反而会成为修炼的阻碍 所以浅尝辙止 明白各种滋味便好 回归山野 不会错 这个人绝对是仙人 我的事暂且不提 两位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对啊 差点忘了 我们可是来参加重修群玉阁比赛的 但 耽误太多时间 事情可就做不完了 原来如此 那个比赛 我刚刚路过的时候 也有所耳闻 嘿嘿 毕竟赢了的话 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问呢 这些人应该是想要做 冲赫也是来参赛的吗 我确实是为重修群玉阁而来 不过此前并没有参赛的想法 如今承蒙你们照顾 我也想助你们一臂之力 放心 并不需要什么回报 哇 这怎么好意思 不过有些人帮忙的话 事情应该会好办许多 那事不宜迟 眼下 我有一个作战方案 好耶 山鹤提出来的方案 一定很厉害 厉不厉害我不太清楚 不过 应该很有效 只要把排名比我们靠前的人 全部干掉 我们就会成为第一名 不可以 怎么想都不可以吧 是吗 但我听说 竞争本身就是相互轻压 相互算计 我们可是要堂堂正正的拿下第一名 冥霞浮生石 千奇核心 还有仙家浮露 我们就按顺序找好了 首先是浮生石 我说怎么店外就能听到争论的声音 原来是你们来了 白族 你怎么来了 宁光小姐要采购一批商药 店里的药材不一定够用 所以我亲自过来筹备 咦 宁光小姐要这么多商药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听说她要重建群玉阁 可能是工地上要用吧 总之是客人的隐私 我不便多问 她还从我这里借走了七七 不捕炉现在非常缺人 几位要不要留下来做份兼职 不了不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 说起来白族见多识广 有没有听说过冥霞浮生石 是说群玉阁要用的那种吗 我记得七脏山经里提到过 冥霞浮生石激活后可直上云霄 非常稀有 有明文记载的冥霞浮生石 基本已经被开采完毕 皆是有主之物 嗯 比起我 飞云商会应该对此更为了解 原来如此 那我们去飞云商会问问吧 谢谢你了白族 不客气 祝你们顺利 有什么需要的话 来布补炉找我就好 宁光小姐需要的商药 未免有点太多了 重修群玉阁 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吗 奇怪 抓药的话 请自带药房 不是 有补补的药太多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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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终于回来了 嗯 何事惊慌 们 少忙搅乱 老爷特意吩咐 若是看到少爷 务必要请您留下来帮忙 原来如此 你先阿盘人手将订单分类 稍后我亲自处理 太好了 有少爷在 我就放心了 星秋 原来你在这里呀 我们想向你打听点消息 旅行者 太蒙 请稍等片刻 阿絮 我有客人 你先去忙吧 商会的事之后我再找你细聊 明白了 少爷 几位贵客 你们慢聊 我先告辞了 没想到你们今天会过来 怎么了 有事要我帮忙吗 星秋 你听说过 冥霞浮生石吗 哦 我懂了 你们也参加了凝光举办的比赛吧 也 难道说 不瞒你们说 飞云商会如今确实有一块冥霞浮生石 但也只有一块 是别人寄放在我们这里拍卖的 在你们来之前 已经有不少人问过价 俗话说 物以稀为贵 我估计最后的成交价可能会超过五亿摩拉 五亿摩拉 其实我也不建议你们拍下这块浮生石 溢价严重 并不知道 可是没有名下浮生石的话 别急 不知几位可曾听过冥海七霞真军 那是谁呀 冥海七霞真军 曾经和离水蝶山真军关系很好 不过我印象里 他应该已经先逝了 没错没错 没想到除了我以外 还有人对他有所了解 《咸云录》中记载 冥海七霞真军曾亲手修建一方洞天 存放各类奇珍异宝 其中就有你们要找的冥霞浮生石 冥海七霞真军先世后 洞天也随之荒废 淹没于历史的尘埃 幸好我近日收集了一批野史孤本 从中读到过有观之处洞天的蛛丝马迹 几番比对 基本可以确定洞天是在黎沙礁附近 太好啦 不过我们真的可以去拿吗 会不会有点 嗯 不禁仙尸 无妨 据我了解 冥海七霞真军生性豁达 即便他活着 也不会计较这些小事 生性豁达 相当新奇的观点 敢问是出自哪本殿级 山野间的传闻而已 走吧 总觉得这位姑娘跟在下的一位朋友有些相似 啊 对 还有一事 仙人洞天构造精妙 通常会自带防卫机制 如今它荒废许久 或许还会诞生出妖邪魔物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嗯 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谢谢你啦 星球 重修群玉阁比赛竞争激烈 不知道谁会是最终赢家 该出发了 我看看 寻求说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吧 不过我好像什么也没看到 刚刚这里 有特殊的仙家术法遮掩踪迹 我已经将其抹去了 可以再仔细寻觅一番 哇 好厉害 那我们再好好地找一找 咦 你们看 那边是不是多了一只仙灵 没什么bu计划 啊 吃 吃 仙灵到这里就消失了,要不要过去看看呢 是拓展课题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我们刚刚不是还在瀑布吗 怎么突然就到了这里 好多云彩 感觉就像是在高高的天上 这里应该就是仙人洞天了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要找的明霞浮生石就在这里 真的吗 让我找找 咦 那不是我们刚刚见到的仙灵吗 快看 它钻到云彩下面去了 而且仔细看的话 这里的岩石和树也不完整 难道说云彩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吗 这并非真正的云彩 而是隔断空间的树法 想要下去 需要先破坏维持树法的机关 好耶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这里有些魔物的气息 虽然不知道他们藏身何处 但还是小心为上 这温暖身事 都有所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实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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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本自然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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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如何 听力 老实点 电气化神 动结吧 动结吧 绽放了 一生冰身 这个如何 一生冰身 不敢动 创生之法 老实点 老实点 掉下去了 这次真的要掉下去了 好高 完全看 幸好地下是水池 不然就危险了 哇 那个仙灵又飘走了 我们快跟过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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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壁看上去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走近一些看看吧 我们走近一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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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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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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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